属牛的朋友 整体运势来说是必须避开小人 良入为出 在健康运来说 今年你奔波劳碌 健康状况只是一般 在爱情运方面来说 今年由于比较奔波劳碌 烦恼事情特别多 感情容易变淡 建议主动找回热情 以帮你多沟通 有助提升感情 在财富运来说 属牛的朋友 由于缺乏急薪 裁员欠家 避免参与赌博 或者投机性质的活动 索性在洋溢的五月后 会有贵人心相助 以降低风险 学业和事业运 由于小人当道 不建议开拓新事业 或者转换跑道 在学业上有贵人辅助 学习能力倍增 继续加油 想在全年里增强个人运势 属牛的朋友 可以多使用以金黄色为主 配上紫色或者红色的 服饰或者手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